《 score 》 你怎么了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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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绫儿姑娘 你醒了 我昨晚 梦见姥姥了 莲儿姑娘 节安顺便 不要太过幼丝啊 我梦见姥姥 回到了家乡 她让我打起精神 早点回到南兆 所以 我不能再消沉下去了 这就对了 莲儿姑娘 你稍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来 萧耀哥哥 你为什么要叫我 凌儿姑娘啊 我不叫你凌儿姑娘 叫你什么 凌儿啊 凌儿 对啊 我是你的妻子 凌儿啊 妻子 姑姑姑姑娘 我虽然与你有救命之恩 但只不过是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可并没有让你 以身相许的意思啊 萧耀哥哥 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已经成过亲了 成亲 不可能我都没见过你 怎么会和你成亲呢 萧耀哥哥 你为什么又忘了 又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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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难道 萧耀哥哥 你怎么啦 萧耀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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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萧耀哥哥 萧耀哥哥 萧耀 萧耀 萧耀哥哥 你说你十年前 就见过逍遥 十年 那我十年前 见到的那个少年 又是谁啊 婶婶 我现在 只剩下 小妖妖哥哥一个情人 可她却不记得我 我听说 南兆有一种毒 叫妄忧伞 谁若吃了 便会失去记忆 你若强行回忆 不但想不起来 还会头疼欲裂 那可有解药 这可还真不知道 是我连累了她 凌儿 你是不是真心喜欢逍遥 那就好办了 逍遥的婚事 我说了算 我定会让她 对你负责到底的 婶婶 你们两个先相处相处 说不定她就想起来了 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的 旧的记忆可以忘掉 但是新的感情 可以慢慢盘养啊 我知道了 婶婶 我许是旅行的 我许是旅行的 未经许是旅行的 我许是旅行的 是旅行的